女生怎么了 今天是说你要来是吧 你嫌她猴你对不对 还是她要来她恐怖 她老是在公共场合猴我 她可以回去跟我说 还有别的吗 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她都会送一些小礼物 塞一点情书 还有情书是吧 对 她会写一点情书 然后现在我觉得她也不用心 以前我们俩一起的时候 我胃不好 她会陪我吃早饭周两周日 后来就开始迟到 迟到30分钟 我都吃完了 她还没过来 然后后来我就不要求她 陪我吃饭 她睡觉就让她睡去吧 我就寻思着给她送早饭吧 因为不吃早饭 对身体也不好嘛 我给她送 9点多钟了 我打电话到宿舍门口 我想给她让她出来拉一下 我一打电话 她就冲我上 又是睡觉的事 发生就说你烦不烦 你不知道我在睡觉 你就又睡觉 这个关系转变得很快啊 从我陪你吃早饭 到我要你给我送早饭 还嫌烦 还有别的吗 就是我平常会做一些 你兼职的事 本来就挺辛苦的 她不关心我就算了 她还不支持我 就不让我去做这些东西 为啥 做个兼职 我们都有做 很正常 她有一次做领摩活动 她当朋友 她接了一个内衣的活动 这被我知道了 我怎么可能支持 后来我就是不支持 她做的活动 她也会瞒着我 会瞒着我做 说到这个瞒着呢 有一次我出去做 这个领衣活动 她问我在哪 我说我在宿舍 她说我在你宿舍楼下 我说我今天不舒服 你就别过来了 然后她说她非要见我 我说我真不舒服 她可可倒好 她一下子就冲到我宿舍去了 就被阿姨逮到 阿姨把我提了一顿 我这个人可能又有点事 我跟她在一起 周末嘛 因为一般两个人都出来 一起吃个饭 光光站在校园什么 那天我就感觉 她不在学校 她可能瞒着我 又出去做活动 然后我让她出来 她又说身体不舒服 感觉就更强烈了 你知道吗 她几个寿友 我也都熟悉 然后心里发现 她真的不在 所以她的重点 有两个重点提醒观众注意 重点之一在于 不反对兼职 而反对做内衣模特 这样的兼职 对吧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是 女生你在撒谎 她老是说 不让我做你 女模说是关心我安全 后来也有一次 我是出去做这个东西的 然后到晚上11点 就下地铁 但是下了地铁之后 从地铁到学校 已经没有公交车了 只能打黑车 然后又下雨了 下的还挺大的 然后没办法 我就打电话给她了 我就说我坐火灯回来了 我说没人给我送伞 你能不能给我送伞 她听了特别生气 然后也不管我死活了 一边气去了 然后我当时就拧着雨回来 不是不管 你明明知道 我不支持她 做这些的活动 然后晚上发现下雨了 我再告诉你下雨了 你过来给我送把伞 我就觉得 你需要我的时候 又告诉我了 给我送伞 我就说那你晚上回来 也大晚上10点多11点 你就打个车回来呗 下雨就打个车 也没啥事 然后她也跟我闹 说我没去接她 我就想 你需要我的时候 才联系我 你不需要的时候 你根本就是 就是瞒着我出去做 你们现在 是不是要毕业了 对 要毕业 今年6月份 今年6月份 对未来有什么考虑吗 我是想回一老家的 然后她想留在南京 然后因为这些事 也有分歧了 你老家是哪儿 我是扬州的 扬州 你想留南京 你老家是哪儿 我是延城的 延城不都江苏的吗 对 就等于一个想留在省会 一个想回扬州是吧 对对对 达成共识了吗 没有 她还不信任我吧 就是我去上海 做车展 需要面试 然后我就去面试的时候 我当时买的是 当天来回的票 然后上海那边 有个高中的同学 是男生 然后人家就留 我在那边吃顿饭 然后我想着 我哥也在那儿 就想第二天回去 她死活不肯 但是我也没有回来 她呢就吃饭的时候 打了五个电话 打完电话之后 还跟我视频 然后当时我挺受不了的 就又为这事吵上了 本身吧 她出去面试做活动 说好好的下午回来 然后因为她说 临时遇到一个高中男同学 然后就突然就晚上 今天就当天就不回来了 要第二天回来 我不就很奇怪很纳闷 我就说 你又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 你想留在上海玩 你改天回来 我跟你去玩不就好了吗 因为这个男同学 他留在那儿 然后住他哥那儿 然后一起吃饭 出去玩 那我也不放心 当时那次的时候 我也跟他解释了 我都把男同学 跟我发的那些消息 我全部截屏给他的 他还是这样 主要不是不信任他 我就是怕他不回来 晚上不回来 一个人在这地方 也没个着 没个落的 我接着再问一句 今天你们来干嘛 我觉得我相处 这么长时间吧 他老是脾气好暴躁 然后也没有当时 那么温柔 我就想他赶一赶 你会为他去扬州吗 他说回扬州 他要带着我回扬州 我就觉得 咱们都是江苏 那几个地方 不是很远 开个车 一个小时 两个钟头都能到 在哪 我是奔着 那个发展前景 好坏 然后就是 也没斗眼嘛 有真有什么事 我开个车也能到 他就让我 一起跟他回扬州 我就觉得 对于我发展 这块是有 有一点影响 好吧 俩人其实现在 在一个情感和 未来的一个十字路口 所以过去那些 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 现在全部都被 翻江倒海了 倒出来 而在这里面 有一个重点是 男生挺担心 他这个女朋友 来 一起进行